即使国泰医院爆出的急诊室医师染疫 急诊室从19号晚上只出不进 染疫的急诊室医师在19号出现症状 立刻做PCR裁剪 当天就阳性确诊 疫调怀疑是接触疑似确诊个案 才会被感染 目前匡列接触者89人 裁剪成阴性 医师很有可能支援总院业务 造成两地传播 有人看很多人都趕过来 而最先传出有人确诊的和平医院 再爆出二次院内感染 5月9号一名曾去过万华查试的男性 和一名查试老板娘 就医入住不同病房 但一开始看的是泌尿科 直到13号才通报确诊 医院没警觉 酿成4天的空窗期 20号再爆和查试老板娘 同病房的两名病患 和一名看护确诊 加上三名员工也染疫 爆发二次院内感染 累计8人确诊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发现有院内的传播链 院方不认识院内感染 指挥中心却自有论断 判还是算是一个院内传染的事件 是在同一个病房当中 有总共四名的病患 跟一名看护 目前是确诊 员工确诊的话 大概就是 社区的疫情比较关系 专家认为和平医院一不小心 可能成为不逃第二 院内恐怕还有其他传播链 被传染到的人 都变成一个新的传播链 可能会再波及更多的人 医疗体系岌岌可危 龙头台大医院也中招 10名公务人员确诊 院方48小时内 针对全院8000名同仁进行普筛 据传有员工快筛验出阳性 指挥中心却不肯归类为院内传染 还是要用PCR裁剪当标准 这十位初步了解是有三位 本身就有万华区的活动 我们现在是先归类在 这个院内确诊的事件 是标准放宽 还是被地区不逃事件的惨痛教训 指挥中心得深思熟虑 记者是《贸易亭捷》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